今天是520年蛋糕都这么好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妍 我现在在外面 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是5月20号 也是谐音520我爱你 同时呢也是我老公的生日 然后我今天呢 给她准备了一份惊喜 她也不知道 她现在呢还在家做饭 今天这个爱鸡卖了不少吧 跟这个面包那些一起算 要买完了 走弟弟啊回来走 不着急啊 蛋糕对不对 开心吗 我是那种一年下不到几次厨房的人 包括给孩子洗澡什么的 我一般都不做都是由我老公来做 他本来说今天不过生日 他觉得大老爷们的还过上什么生日 不太喜欢太多的仪式感 那我这个人就不一样 他一直问我说 今天不给他过了吗 我说对啊 然后没想到我提前下了车 去面包店给他买了一些小蛋糕 好我们现在先回家 静悄悄的 我们回来了 还在拆东西 你米饭做了呀 你在弄这个鸡蛋干嘛呀 你为自己庆祝生日吗 小王 在做鸡爪 偷偷放在了这边 然后连孩子他们都不知道 只有老二知道 他们现在在那边玩贴纸 龙鹿的身影 你说你生日还要做饭 你觉得自己惨不惨 啊 老婆婆拿出来呗 给它戳出来吧 我婆婆她亲手亮的葡萄酒 庆祝一下今天 你要喝啤酒吧 老公生日快乐 干杯 品尝一口这个葡萄酒 自己的压量呢 就是不一样 今天的你们窝里是怎么过的呢 反正我就是怎么简单就怎么过的 好 跟你们说再见啦 拜拜 也祝我老公 拜拜